大家好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收市之后 恒心指数这两天赔赔赔回回升跌跌 好像都没什么方向 24800点虽然是失座 这个七八月的之前双底位置 我都看得挺紧的 但它又不是真的说它穿得很多 因为它天天天中 都试试到升几十点至百多点的时候 都想还去抬着抬着 当然个别很多的科技股 都轮着出了业绩 其中快手份业绩是挺好看的 未来当然关注明天 美团那份业绩应该移动指数 所以看回指数方面 我想暂时未有方向 要看美团那份业绩 有没有带来惊喜 惊喜的话当然恒指 看回50天线再上网26500 如果都没有惊喜 都是抬车边 都要看下如果失去24800 可能要望23800 板块方面 近日见到新能源股份 风电光电都可能会移动 配合一些成交 一些碳中和碳达风的概念 永远对的 差在几时资金到 星期三就见到资金到 可以留意一下 看下龙园电力在15元的位置 又做回支持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 都可以移动上少少 看18元